相信不管有沒有在看我影片的人 應該都對Le North Face這個logo 再熟悉不過了吧 不過如果將這個logo的顏色 稍微換一下 是不是有一種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覺 沒錯 今天的主角就是 他 Le North Face Purple Label 也是大家口中俗稱的指標 如果你覺得指標只是將logo的顏色 換了一下 單品上換湯不換藥的話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指標這個支線是日本Le North Face 在2013年與設計師品牌Nanamica所共同創立 而Nanamica本身就是將時尚與機能結合的高端三系品牌 他們家的產品特色是有著簡約的風格 機能的特性 以及實用的設計 光看露布的照片 就可以感覺到整體散發一種細緻成熟的韻味 而我認為指標整體的風格 則是將Nanamica的核心基因 踢上了都市街頭的外衣 比起TNF主線的純outdoor 指標可以說是為了更符合都市生活而誕生的支線 在大多產品的設計上 依然保有了一點機能性 但去掉了一些戶外感 比較偏向日常可以輕鬆穿著的服飾 而我一開始也想不透 這個紫色的標到底有什麼魔力 原本只是抱著擺文不如一世的心態 沒想到一世就真的出大事了 所以今天一定要來開箱個幾件 讓大家感受一下指標的魔力吧 那馬上進入第一位選手 首先第一位選手 它是我人生的第一件指標的單品 它在我入春一週穿它的時候 就有先出現過了 這套褲子它的全名是 Ripstar Short Waist Pants 型號是NT5951N 然後這件我拿的是321的 那先來說這套褲子它的材質 本身就非常的特別 是70%的棉跟30%的尼龍 混仿而成的抗撕裂布料 顏色上是我自己很喜歡 飽和度比較低的淺棕色 而它的腰部是鬆緊的設計 還有搭配了可以調節的抽繩 而抽繩還是用了非常有質感的金屬頭 然後在金屬扣具上 都可以看到由LenoFace的鋼印字樣 褲子後面的口袋 一邊是有做蓋帶的 而一邊是一般的口袋 不過都還是有配上了金屬扣 而整件褲子唯一的logo 就是在右邊腰側 這邊有一個非常小的紫色logo標 那這套褲子它在版型上 褲擋因為做得比較深 所以穿的時候可以讓臀部和大腿 有非常足夠的活動空間 而從膝蓋到下擺 褲管則是做稍微的收窄 整體面料的厚度 其實算是還蠻薄的 但因為剪裁的關係上升之後 褲子整體的輪廓呈現 是非常立體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上升這件褲子 讓我非常驚艷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是這件價格的部分 如果看一手穿搭那一集就會知道 這件褲子它並不是全新的 最後入手它的價格差不多是台幣2,600左右 然後它的原價我查了一下 是1萬7日幣 所以指標雖然在購買上比較困難一點 但在二手市場上的價格我覺得 並沒有到非常誇張 如果不是非常建議穿二手商品的話 我個人覺得超級值得的 至於穿著起來的舒適度 我必須由一說一 不會到不舒服 但絕不會用舒適去形容這件褲子 簡單來說就是 一般般吧 那馬上進入第二位選手 再來這位指標選手 它是一條燈心絨寬褲 它的型號是NT5058N 名字則是Cote Roy YW Pants 那這條褲子在版型上 跟我剛剛分享的第一條 其實相差不大 都是屬於上寬下載的立體剪裁 口袋的配置上 基本上也一模一樣 最大的區別就是 在材質上 它是使用了非常紮實的燈心絨 而且顏色的選擇上 則是使用了非常有質感的深咖啡色 還有腰部的部分 則是使用了腰帶 腰帶扣具的部分 則使用了一般的塑膠扣 不過腰帶上 就多了這個紫色的 尊絕不凡的Logo標 然後這件尺寸 一樣也是321的 上身的效果 雖然版型上跟第一件差不多 不過因為面料更紮實 更厚的關係 所以分量感 在視覺上看起來更重一些 而且不得不說 這件它的燈心絨面料 選的品質真的非常好 穿起來真的超級硬挺的 因為如果是品質不好的燈心絨褲 穿起來真的超級容易變得軟趴趴的 就呈現不出穿單心絨褲那種 有精神又氣質的感覺 而舒適度 我個人覺得比第一件還要來得好一些 那如果有看我上一集 日本包裹開箱的話 就會知道這條褲子 它一樣也是二手的 我後來查了一下 這條褲子它是20年的秋冬款 因為指標它們本身 就是走非常基本簡約的設計 所以這件褲子它即使放到今年來穿 也沒有任何退流型的問題 接下來這條指標 就是經過了前面兩位的荼毒所入坑的第三 喔不應該說是第三 跟第四條指標褲 因為這兩條呢 它們是同款不同色 是今年穿下以復古登山褲為基礎 推出非常具標誌性的寬褲 它們的型號是NT5106N 平民則是Stretch Teal White Crop Pants 而這款褲子它的價格是19800日幣 換算台幣的話 差不多是4700左右 前面又不見 只是變成了我喜歡的樣子 那我在看我影片就會知道 我自己在選擇褲子的尺寸的時候 都會選擇大一個尺寸 而32腰其實算是我平常的正常腰圍尺寸 所以我在腰圍選擇上通常會拿到34腰 前面兩件因為都是二手的關係 所以我拿的都是32腰的 而灰色這件我拿的一樣也是32腰 不過黑色這件我拿的是34腰的 所以這兩件選擇不同的腰圍尺寸 主要是想要看一下上升的效果 會不會差非常多 不過會讓我想要用這款褲子來試兩個尺寸 主要是因為這件褲子它的版型真的做得太帥了 這件褲子它使用了有機免及彈力砂製作 寫溫布的QUO MAX面料 在夏天穿著時依然能夠保持涼爽不悶熱 而從剪裁的細節上可以看到 褲擋處利用了特殊的裁片設計 不僅撐起了整件褲子 穿著時看起來也更加的立體 也同時更方便腿部活動 所以即使這件褲子它的版型設定 非常的寬大 但因為這些剪裁還有細節的出力 讓穿著時依然可以很自然的保持褲子的輪廓以及形狀 再來就是這件褲子它最畫龍點睛的地方 就是它的褲長做的稍短了一些 然後搭配了褲腳特殊的車線收尾 整體真的只能用俐落兩個字來形容 而且因為褲長的設定 在穿著時即使全放也不會有過多的堆積感 或是在做折褲款的穿法時 褲腳的部分也不會有一大坨很像農夫褲的感覺 另外我自己最喜歡這款褲子的地方就是 它穿著時呈現的皺褶感非常的自然 應該是近期讓我最滿意的一款寬褲了 OK 那來總結一下幾個你可能在購買指標上面 會想要問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尺寸的選擇 就我自己目前穿下來 我覺得在褲子的腰圍上都是正常的 不會偏大也不會偏小 點進單品的官網頁面可以看到Model的實穿照 又Model的身高數據可以當作參考 另外我覺得他們官網還有一個非常具參考價值的地方 就是在有些單品頁面的下方 可以看到店員實際穿搭的街拍照 點進去一樣可以看到店員的身高 還有他們選擇單品的尺寸數據 然後在我的觀察下 他們在褲子的尺寸選擇上都會比較大一些 我覺得除了是想要呈現多一點的寬鬆感之外 我想有可能是因為通常指標的腰帶 長度上都會做的稍短一些 拿比較大的尺寸束緊腰帶 就可以不經意的露出這個尊絕不凡的紫色LOGO標 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而已 所以尺寸選擇上如果沒有特別露出腰帶的話 我覺得拿正常尺寸就可以了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購買 因為指標它是日本限定販售 所以在購買上會稍微困難一點點 除了找代購之外 我覺得可以多挖掘一些有國際運送的日本選貨店 這部分大家就自己動動手指 Google真的不難 再來就是跟別的支線的區別 因為對LenoFest有點了解的話 就知道他們有主線的紅標 黑標、白標 跟今天介紹的指標 那他們之間的區別如果你們想要看的話 就先留言讓我知道 之後有機會的話再做這個主題 再來可能很多人會想問 指標真的適合穿去戶外嗎 那就我自己穿著下來 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穿去爬山或登山 這類型比較Hardcore的戶外活動的話 個人是不太建議的 因為他們家的商品雖然保有了一點機能性 不過設計上還是以日常穿著為主 或者說是讓你拿做搭配用的 再來最後一個 就是大家一定會超級想問的 到底值不值得購買 因為指標在價格上雖然不像精品那麼高昂 但絕不算是平價的品牌 那就我自己穿著下來我覺得以原價來說 還是非常值得購入的 雖然整體的舒適度可能不怎麼樣 但就剪裁跟穿搭性而言真的是沒有話說 那也蠻常收到一些私訊 覺得像今天的指標也好 或是一些品牌的單價比較高 沒有那麼多預算購買的話怎麼辦 有沒有其他價格比較親民類似的款式可以替代 那就我自己過來人經驗的話 我覺得可以買少一點但買好一點 當下的狀況沒辦法負擔這個價格的話 那就再觀望一陣子 因為像指標我也是自己關注了好幾年 一直到最近才入手的 而且前兩條甚至還是二手的 實際體驗過後真的喜歡也真的適合的話 再入坑也不遲 就像這兩件褲子 在買之前我也是做足了功課 絕對不是忙買 而是因為真的喜歡 好那這集差不多就到這邊 記得Follow我IG 對我頻道 我是兒樂 我們下集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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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ے